世大運跆拳道品勢第一天賽事 代表臺灣參加女子個人的小可愛林侃玉 展現超強氣勢 準決賽八點一一五 第一名之姿 緊急八人決賽 第五位登場的他 第一關拿手的公正品勢表現依舊出色 動作俐落精準到位 獲得八點一六高分 接下來結合音樂展演的自由品勢 像帶有氣勢的音樂 整個動作也非常的跟腔有力 第一個飛要車踢 成功 空中前踢和轉身踢級動作都一氣呵成 比較可惜的是 高難度的空翻踢級 落地時腳步有些亮翔 還好盡力hold住 收在六點六分 平均以七點五四的成績佔據第一 能不能摘金 就要看壓軸登場的 越南豪手Gwen Tilekim的表現 副賽第二晉級的他 公認品勢以八點一零 零點零六分之差 驚咬台灣好手 而且來到自由品勢 更發揮絕佳平衡感 和柔轉度震撼全場 尤其小可愛剛剛有點瑕疵的動作 越南好手是零失誤完美演出 最後還用潮天凳精彩ending 獲得一致好評 六點八三高分 兩項加拳平均七點五九三 以零點零五三分之差 嘗試笑納金牌 而林凱鈺收下銀牌也為中華隊在本屆賽會 摘得首面獎牌 至於男子個人方面 陳建權同樣順利挺進決賽 儘管公認品勢七點九六分 在決賽八人排名後段班 不過自由品勢稍稍扳回顏面 以六點六零的成績舉第四名 最終以總平均七點四二 收在第四 根據規則最後並列銅牌 臺灣跆拳道隊 首日兩人參賽 雙雙有獎牌入袋 綜合報導 有這麼多為我 就是為我加油的人 來這邊給我很大的鼓勵 所以我一定 我昨天就一直看著那個獎牌的照片 說我一定要得牌 一定要得牌 對 所以我就是 就是真的盡了全力 在臺灣觀眾的加油聲中放手一搏 林凱鈺終於在世大運 跆拳道女子品勢決賽中 以公認品勢八點一六分 與自由品勢六點六分 平均七點五四的成績獲得銀牌 為臺灣搶下本屆世大運的第一面獎牌 滿激動 因為就是終於 經了這麼久 終於打完了 然後也拿到了還不錯的成績 其實蠻開心的 鼓勵過我的 然後就是幫助過我 我覺得都一定要感謝 林凱鈺跟金氏玉施工 韓國人 那個是韓國人 對 一個很 總是給我很好態度的一個老教練 可是他真的是 就是真的是貴人 在林凱鈺確定拿下銀牌後 緊接著出戰男子品勢決賽的陳建全 顯得承受不小壓力 幾次小十五讓他竟益平均七點四 拿下第四名 在後訪問時哽咽的說不出話來 其實自己沒有表現好 沒有表現好 就是十場 女生已經比完拿到獎牌 然後我也應該要 要為臺灣拿到一面獎牌 但是 我沒有表現好 一度以為奪牌無望 落下男兒淚 才知道一大會慣例 總分排名第三第四的選手 都將獲得銅牌 讓陳建全驚醒為臺灣 踢回第二面獎牌 對 對 對